市长谢果良跟交通处副处长黄诗涵 透过直播展现市政亮点 特别说明交通部公布全国上半年的道安成绩 基隆再度展现行人友善推动的成果 整体交通事故死亡比例是全台本岛各县市排名第二低 仅次于台北 行人方面死亡比例是全台第三低 成果相当显著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交通死亡人数 现在是全台是第二低的 台北市显然是我们的第一名首善之都 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企图心 要来跟台北市一样 要来并列第一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行人的部分 也是类似 就是专门把行人挑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第三名 如何才能达到下一阶段再下降 或甚至达到本岛的第一名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去挑战本岛第一 而为了让行人更安全 市长谢国朗表示 10月起将针对行人方面来加强交通安全的观念宣导 常常有看到我不知道 志明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明明这边有一个斑马线 他就差个七八公尺 连十公尺都不到 可是他就不走他的斑马线 这样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十月 十一月跟十二月 我想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宣导 我们会努力的来告诉行人 我们尽量不处罚 只宣导的模式来告诉行人 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就穿越双黄线 穿越红绿灯 然后把自己也铺在危险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说 希望透过第一波车辆里让的宣导 再到第二波的行人遵守交通安全的推动 让基隆成为全台最安全的行人友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